第七章 我们要开始 真的要看很多的 化学反应了 我要事先提醒各位 你看这些化学反应之后 你不能如果纯粹的靠着 你的超强技艺力 突然的话 我们可以换一换一个节构 就完蛋了 比如说刚刚我问各位的问题 我就可以把它 放在期末考上面 对不对 不过因为你现在已经问了 所以就不能出现在期末考上面 所以你看这个结构我会变化 换一个结构 你说我有没有超出程度 没有超出程度 只是一个活用 所以你真的要记得 是那些concept很重要 第七章在谈 C类 Alkins 以及Alkind 以及他们那些合成 下章节第八章我们谈 它各种形态的反应 首先我们要谈它的名称 Alkins代表是双接类化物 也常常被称为Olephant 在这边加了S 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Olephant 所以要记得Olephant这个名词的意味 Olephant代表也是双接类化物 都是所谓的不饱和的形态化物 这是缺类化物 这是C类化物 也有一个署名叫Acetylene Acetylene 好吧 这种名称各位也必须要记下 这也是一个复数 加了一个S 好 那当然匿名部分 我们要先看IUPAC IUPAC很单纯 各位刚刚已经可以看到 Alking E-N-E的结尾 他把A-N-E变成E-N-E 所以拿这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要看到它的规则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IUPAC 我们在谈这个Alking之后 它是一个具有观众机的东西 它观众机是谁 双接 也因此现在 我们原先的第一规则 就是找出那个Parent的Skeleton Parent的Chain 那个最长的链 只不过现在对于C类 缺类的话 应该是那一个包含了双键的最长链 不包含那一个双键 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很长 还更长的键 那也不算 也就是说 这个Parent一定要包含了这个双键 也因此包含了这个最长链是在这里 六个Tab 是一个Hexene系列 就是叫做Hexene 是一个Hexene 双键在哪 你如果从这边算 这是一二三 它会在四跟五之间 如果从左边来 它是二跟三之间 那当然是挑选比较小的数目 我们这儿还用Pak 名称 以最小数目为基准 二跟三 那到底要用二还是用三呢 当然用小的数目 所以我们不会说双键在碳二的位置 我们不会说双键在三的位置 因为理论上也通嘛 好 OK 所以这是基本的规则 它是一个2-Hexene 但是呢 一旦这个定出来了 它的这个编号的话 你就看到五的位置 碳五的位置 有两个假机 所以名称就叫做 5-5-dimensional 2-Hexene 中间没有空的 数字跟字五之间有个Dash OK 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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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前面说过 有的时候 结构复杂的时候 你会把这个编号 写在关能机的前面 也就是写在这个In的前面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5-5-dimensional 2-Hexene 2-In 这代表 In在二的位置 假机 在五的位置 而且有两个大 好吗 根据助教说 这个才是正统吧 我相信这个名称 仍然是会存留很久很久 我们来看环状 环状的那当然 双键一定在E的位置 对不对 不可能说跑到三个位置 你不会这样想 那当然你说是这里 还是这里 很明显的 你要让假机在E 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来算 所以在Wonderful One-position 有个Cycle of Painting 这时候你根本不需要 写说One-painting 因为这么简单的结果 不会有 我们Two-painting 好 这个例子 我说过双键一定在One-position 12-3-4-5 但是有人说 会不会 从这边来算E 1-2-3-4-5-6 变成4-6 35跟46 很明显的 你当然会选择35啦 对不对 比较小数列 所以35-diamethode Cycle of Painting 好 就解决这个例子 好 这两个Case 是以前我们讨论过的 它是一个Ethene 这是I-U-Pain的名称 I-U-Pain的名称 在One-position Two-position 各有一个Chlorine The one-two-dichlorothene 这两个光照写 没有前面的这个Sys 我会扣你一分 通常那一体就会两分 所以你要标明 两个律在同边 Sys Sys The one-two-dichlorothene 这就会是一个Trans The one-two-dichlorothene 它们是什么 Diastereomeric 它们互为Diastereo 我们在前面讨论 这个地体画原则章杰 提出来这个非常重要的真词 那现在你知道 有的时候你其实会觉得有混淆的 比如说这个画幅到底是顺势还反顺 各位会觉得老师这个例子 不是很明显的应该是顺势吗 对不对 秀跟绿在同边啊 好好好 我承认 或许我这个例子给的不好 但我在上面再放一个符好了 好不好 我在这种我改成符的话 那怎么办 谁是顺谁是反呢 这样就惨了对不对 好 因此你知道 纯粹的用顺势跟反式是会有一些尴尬 在某些 混淆 有混淆性的case里面 会有困难 好 因此呢 我们又有另外一个新的命名法则 Empire 说这个 提供了一个法则 就是用E跟Z 这两个名词 EZ的designation是怎么做 把双剑从中间做一个区格 左半部跟右半部 左半部这个探上的这两个group 我们先来比它的priority 一个是秀一个是秀 谁priority比较高 当然是秀 它的priority比较高 叫Z priority比较高的在反边叫做E 这是新的一个Z EZ的designation 好 那么这个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运用 这个case 包含双剑 而且上面取代最多的是这个链 你不会去挑这个链 因为这个链上面取代机比较少 这是以前我们说过的规则 还有双剑的最长链 而且上面取代机最多是这个 所以 然后给双剑最小的编号 12345 那现在按照刚刚的规则 左边 甲基跟轻 它的priority比较高 右边啊 很明显的这个二极是看 priority高于它 所以这边的priority高 这里 priority高在这里 两个怎么样 反边 E E E的3M4M4M2Pan Team 这个 甲基很显然高于它 这个部分高于它 这个 哇 我这个地方 好像出了一点错误 我们现在看这个名称 好 这是一个2hexane 123456 所以这个地方还多一个car 要有一个car 而且是s form 我看一下 这个 这是 在这里 好吧 我把我接上去一个car 接上去一个car 123456 这才会是一hexane 一个2hexane 1 2 3 4 5 只不过这个地方有car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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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s form 这个地方priority比较高 然后 2 3 s form 反时针旋转 好 那这个 但是就easy而言 你看 这个priority比较高 这边的priority比较高 所以 同边 z form z form 但是你会觉得z跟e 你可能有一点困难去记得它 这个z 它e跟z来自于德文 德文的z叫做储擦门 ok 当然你不会德文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字很奇怪啊 储擦门 所以你要记得 储擦门就是咱们大家都在一块 你可能就比较容易记得了吧 好不好 所以它在同边的 1 这个德文叫antgegen antgegen 它那个字 有一个ant 你就会想到anty 对不对 所以反 ok 这是教你一个记忆法则 不然我觉得你可能会 一考试一紧张 z跟e就搞混 所以想想一下这个德文 储擦门 咱们大家都在一块 antgegen 有一个anty的意味 虽然不是anty 我只是轻易法则 好不好 好 e跟z很重要 ok 你还要记得是 当成取代机 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前一个章节 一个vinial group 这是一个取代机的时候 它是一个vinial group vinial group 很重要的名称 这个氢就被称为是一个vinialic hydrogen 这个 这个carbon 你或许可以买到一个vinial的carbon ok 这个双界延伸出来一个碳 它也有一个特殊的名称描述 但是 这个是一个allium group 三个碳 allium 没办法 这要背下来 allium 很重要 所以在allium的carbon上面 所以 所接的氢叫做allium hydrogen 这个carbon 是一个allium carbon 这个位置叫做allium position allium position 是很特殊的 我们在后面 会 有适当的位置讨论 好 所以这个名称你绝对必须要记得allium hydrogen allium position allium carbon 也因此这两个话 左边的这一个 你就可以 你虽然可以称它为chloriathic 这是IUPAC名称 但是 俗名上面 你也可以称它为vinial 扣一个chloride 因为它是俗名 它中间有扣的 vinialchloride 以chloride为结尾 什么是vinial 那个doubleb 对不对 接在那个chloride vinialchloride 这IUPAC 称它为free bromopropane 但是俗名 就被称为alliobromat alliobromat alliobromat 好 好 三界能力最常练 拉出来 再度六个态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态 所以hexine hexine hexine triple棒在哪里 在one position 或者hex one line 甲基在另外这一端 第五个tap 所以是一个five method one hexine 很单纯 这个话 糟糕 有双界有三界 谁 当家 ine 看个名称 也知道 它是一个ine 结尾 所以 是以 把它视为是一个triple 但是很奇怪 你会说 I'm 既然是它的parent 那你应该给它比较小的编号 对不对 可是IUPAC for some reason 给它是个比较大的编号 是给那个双界比较小的编号 这是它很奇怪的地方 这个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话题 它叫做 硬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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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不要小看 有一种anti-cancer的drug 它里面就有硬暗的structure 它有它独特的化学在 好 这个硬暗 所以硬是比较小的编号 暗也是比较大的编号 所以 因为要给它比较小的编号 所以1在这里 然后2 3 所以双界面是在4的位置 所以它是one pent in 4 i 或者pent 1 in 4 i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化学这个for 一定要写到i后面 不然就惨了 你说for 没有办法写到前面去 不然你跟in 没有办法区别 所以你就发现 那个规则 其实是 是会有用的 所以你碰到这个in-i structure的时候 所以我刚刚说过 这一类化学可以称为in-i 好 硬按 好 我有涂掉吗 en-y-n-e 好吗 如果有涂掉的话 你要抄进去 好 那么另外 另外在结构上 我们还有一些名词 你必须要记得 比如说这个l-kind 它也被称为是一个单取代的缺类化合物 用英文来讲 它是一个mono-substituted acetylene acetylene acetylene指的是那两个tine都是基本的fine ok 俗名上面的意味是这样 所以以acetylene为基础 我们会说这样的结构 它是一个model-substituted acetylene 单取代的acetylene 或者称为是一个one-l-kind 按照IUPI的规则 也常常被称为是一个terminal el-kind 就是那个三件 那个三件是在那个面的一端 所以它叫做terminal 一个端点 一个terminal的l-kind model-substituted acetylene one-l-kind 或是terminal的l-kind 多复杂 所以在沟通上面 需要这么多的名称来说同一个话 只有一点讨厌 那么一个terminal的l-kind 它有什么特点 它的特点在结构上代表 它有一个acetyleneck hybrid 这是只有在末端才有 你如果在那个链的中间 不会有那个ch 所以这个位置就有一个特殊名称 叫acetyleneck hybrid ok 这个名称也必须要记得 就用acetylene 来的 另外还有一个 有点像刚刚我们谈的lv 好 只不过现在是这个triple bound 它就变成叫做propergeo 所以这里要被带 propergeo group 这是一个propergeo 也因此能吃两口 叫什么名字 叫做propergeo 空一个alcohol 所以这是一个propergeo 这是一个propergeo position 上面的链就是propergeo 的hydrogen 就是这些名词背后 要记得的东西 很抱歉 这个有些时候 这个真的是很讨厌 你真的需要毫不来欧 要记下来 这是不可避免 在有机化学命名的部分 但是这非常常见的话故事 常用名词 你没有办法 你不知道 你这样是谈 这是propergeo hydrogen 然后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很糟糕 你的textbook 你的色话的textbook 就说 propageo position 怎么样 糟糕 什么是propergeo position 我往掉 赶快回来翻翻有机的课本 可能有机课本不在学校 OK 问题 那两个青在这种化解构的时候 需要画出来 普遍的是不要画出来 我现在是因为要特别的说明 那是propergeo 所以我才标出来 OK 我这个地方有目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我没有标出来 好吗 所以青是可以不画出来 青是可以不要画出来 但是你不能这个地方 你画了一个棒棒 然后这个地方没有写青的话 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青 哦 这要特别注意 好 它有物理性质 结构 间接 OK 跟这个玩乐融化工作很接近 男朋友 那当然也是对水不容 但是 他有不保和的双界或是三界 所以他活性比较高 OK 结构 其实讨论过 所以 sp2的 这个card 拿来做间接 好 同时 这个 两个card之间 是用sp2 sp2的方便 空出来两个p 好 必要放在同一个平面之上 各提供 每个card 各提供一个 一个电子 对不对 形成一个pi的间接 好 有一个pi的间接在里面 我说pi的跌比是比较普通的 者的分子是平面的 这样的两个p才可以parallel 对不对 才可以overlap 这样最害怕的 emble OK 分子规律 sigma pi pi sigma sigma pi sigma higher energy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澄清一件事 因为我在第二次的群组考的时候 考过一个题目 大家有些误会 会把sigma跟pi 的这个 energy level互掉 那 也因此提醒了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那个地方sigma跟pi 有些时候会变掉 的原因是 那个只是在 我们讨论的那个 双原子的那样子的一个分子里面 才会这样子 现在这是一个复杂的 有机化合物 那它其实是一个很标准的 这样子一个能阶 好不好 那个sigma是 在下面 再来是pi 这是bunding的故障 因为我们经常 有机化学是牵涉到 这个pi电子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 在这个地方两个p 有一个bunding的结合 有个nonbunding结合 nonbunding结合的时候 你说要注意到这个 鬼域是朝外 天到外面 你的任何的反应 事迹要进来 如果是跟pi作用 从这个方位进来 如果是跟pi star作用 从这个方位进来 它不会是从这个上 这个上方进来 因为鬼域也overlight ok 所以电子 四颗电子 sigma也两个 pi也两个 把所有的bunding的 orbit都填了 这是它的这个mo 我们未来再谈 下一学期才会谈到的 谈到uv visible的光 紫外界可见光的光 就牵涉到 我们会 拉出来这个分子 鬼域的图形 来解释一些事情 好 这是我们再来谈 要看 它有两个independent pi 体系 我们也讨论过 Karlman uses sp type 对于sigma bound Karlman之间也是 sps 现行的 它有两组相互垂直的p 鬼域 生成两个发动的pi system 相互独立的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你从 末端去看 一圈电子围在外面 signal goal 它的mose down 两个pi的体系 energy is degenerate 有两个没有关系的pi 然后相对你的pi start 我正常用pi1,pi2,pi1start,pi2start 我可以说1,2,3,4 就不要太讲究 那total 两个电子在sigma 两个电子在 个别在两个pi的体系里面 这是我们的alkine structure OK 那我们会说pi1,pi2 是energy degenerate 但因为写到下面 我就没有再写 就是pi1start,pi2start 也是energy degenerate 什么叫degeneracy 这是我们在火化中提到过的 就说能阶是相同的 OK 好 下课我们再来看一些结构上的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下课 用另外一个powerpoint 特别去跟各位说明一下 在E1 mechanism里面 E1 first order genetics 它跟substrate有关 因为在E1的机制里面 它有两个step dstep dstep 跟sn1 非常这一似的 就是先产生了一个powerpoint 只是生成了这个powerpoint 之后的走向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现在的重点 我要讲重点是在innovation 因此我这地方对我们一个base b 来代表 好吧 大家也知道说 这个base 它同时也可以翻译一个 星合式体的角色 如果它当成一个星合式体的话 我现在挂出来是一个powerpoint 不特别强调这上面 其它取代机是什么 我出来我的重点放在这里 其它旁边的 θ card θ card θ card 原则上 产生一个太阳离子 在这边的时候 如果这个base 当成一个nup的话 它可以直接的attack 与这个空的批轨离间谍 当然就生成了一个新的间谍 那就是一个取代形态 这是所谓的sm1 但是 比如说 有个的话 也可以是一base 这个base 它会去抓取beta card 我上回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忘掉了 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那就是当这个card上面 具有一个羊离子的时候 不要忘记 羊离子是一个正电额 一个正一的电额 所以它对于电子的那个吸引力 是非常强的 它有一个非常强的 所谓的inductive effect 这是一个所谓的 electronic的factor electronic是一个电性 一个正 它会用到它附近的这些原子 上面的一个电子 往它的方向来偏动 这是一种electronic的inductive effect 也因此大家可以想象 由于这个正电额的产生 或者是它的存在 这个电子在旁边的这些间接的电子 也会往这个方向来偏动 所以inductively inductively 这个hydrogen 会相当的electropositive 也就是说它很容易 可以以一个h plus的形式 脱离 就是电子到最后它就完全移过来 对不对 一个h正 被一个base 被干 我记录要说的就是 这个正电额 会增加了它旁边的这个碳上面的酸度 上面的氢的那个酸度 因为旁边有一个拉链 不关于第一个存在 这是一种所谓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我没有特别提及的 所以我应该要特别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比方讲的正电子 就使了这个位置就变成正 相对于sn2 因为同学上说的负面 来问我这个问题 sn2难道它的elumination 这个感觉上好像没有像sn1的演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在sn2的状况之下 它并没有真正有一个正电盒出现 它只有一个部分的正电盒 这边一个卡尔跟halogen之间的棒 halogen是一个拉面 它们学的那个碳上具有 一个partial positive charge 这个partial positive charge 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响到 旁边的碳上的酸度 但是它绝对比不上 一个完整的一个电盒 它就给你影响 好不好 所以在这一个 1万的这个机制里面 因为这个电盒子 所以使得这个地方 非常容易被抓 因为它酸度成高 同时 它在做这个elumination的时候 那一个twasus的过度状 在这过度状 今天我们暂时用这个画电子的方式来调达 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对 它最后要把这个所谓的proton 当我说proton的时候 我代表的是h症 好吧 就是一个池子 如果讲中文 所以它的过渡状态 它的过渡状态会是什么样子 它的过渡状态会是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一开始 就是电子要往这个地方逃 这个地方大家也不会简直一个完整的 在这个状态 不会变成 你完整的 对不对 我上回说过 在过渡状态里面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要有一些tie的间接出现 这个地方是开始部分的断裂 这个间接是要部分的生成的 也因此呢 为了要让过渡状态里面有一个tie的出现的话 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去采取这样子的一个confirmation 哪一个confirmation 就是这个ch1 必须要跟这个p 在同一个面上 所以当它开始有部分断裂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轨迹座 可以开始立刻跟旁边的p轨迹 有一个overlapse 这样才可以有一拍的间接不见 在一个极端的动作下 如果说完完觉得垂直的话 那怎么可能会有一个p的间接 也在这个过渡状态里面出现 不是一个过渡状态 所以这个部分 我要特别的说明一下 所以我们的联系OK了吗 还没有 OK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说一下 另外 因为我们连接下来没有完成成功 所以我编译花点时间 再回到confirmation 后面 等一下我们在 我们在这一章 我们这一章里在谈 吸内跟缺内 固体的时候 当然我们立刻会想到 这些illumination process 因为透过illumination process 我们可以来合成探探的双界 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类似的方法来建立探探的三界 也因此我们又会再继续的进入这一个消去更进一步的一些讨论 那么我们会有一些例子 就再度要看到这些confirmation 对于我们消去反应的位向的选择 所以我要回过头来再跟各位讨论一个课题 就是我们回到一个 cyclohexane chair confirmation 那么今天我们如果上面只有一个 假机子取代的时候 我们都给大家知道 它可以做一个ring的flipping 做一个ringflipping 那它做一个ring的flipping 然后这个假机 接着这个部分 它做一个flipping 这边翘起来 这边翘下来 上来 下来 上下是不能给我改变的 所以注意到它有另外的一个 它中间也是这样 我们的假机在一个actual ridge 在一个actual ridge 很明显的这个conformation 因为假机在一个actual的位置 有严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 叫做13-Diactual Interaction的存在 虽然它也是一个goach interaction 这个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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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goach 你需要把眼睛放在 放在这个位置看下去 或者是沿着这个棒 看过去 可以看到这个 但是简单的看 其实就是在另外这边的actual ridge 就是这样的排斥 然后我们之间的一个排斥的力量 这样的比例化 代表它繁返往的弹劲 所以一个同叠 会有一些排斥的力量 所以普遍的 这样的一个平衡 我们会是这样画的 平衡是偏到左边 那这样子的一个视图 这是一个平衡的视图 相对的 会有一个Dialog 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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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能力的一个差别 哪边会比较稳定 这边是会比较稳定 两个goach 文上说过 7.6的 7.6 7.5 promote 和一个能量 概率可以把它分成为2 对吧 一个大3.8 但是我的奇目考 出了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 有几位同学 看了答案 我从小上有看到答案 我的答案写在第二页 的右方的下面 上来一点点 有些同学 所以我注意到 那边还有一个 最后一题的其他 要不然就是他看了 他看不懂 所以这是一个背后的理解 我另外出了一个问题 我说今天 我今天这个 我今天是这个画 好像叫A 还有另外一个画 这是一个B OK 我给了各位 A跟B 个别的 两个completion 各别的 从这地方你会看到 好 一个甲基 这一个取代 在一个三光hexane结构上 它有两个conformation 一个在equatorial 一个在actual 这两个conformation 有一个最后能够发表 OK 最后能够是正 代表平衡 需要偏向往左边 是比较自发表 对 右边 右边 是这个能量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这样的性 现在 针对量子equation的写法 可能有证 好 所以 A 你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就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 把这两个画入A跟B 个别的两个conformation 画出来 好 我们先看A 它跟三光hexane 差别只有一个actual OK 这是在 这是一位 这是二位 这是三位 这是在对于一个所谓的诈谎 它的一个定义 一二三 在三的位置 有一个夹击 好 你先放在cultorial的位置 对 你也可以做一种flipping 原来朝下垃圾 撬到上面 一二三 夹击 在上面 一二三 所以它的另外一个conformation是这样 OK 好 另外一个conformation 这个conformation 跟这个做一个比较 显然它也应该有一个one three actual interaction 你当然看到了一个actual的hydrogen 是 但是另外一个一二三 一三的关系在这里呢 是一个小小的one pair OK 所以呢 这两个当然仍然 但是它的标准的基 我给了个位数 以大派部去预测 它在这里等于有两个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在这里 它只剩了一个 所以去看这个数字 概略应该就是7.0.0 概略 概略 就是差不多3.86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 它比较大了一点 OK B 我们来看一下 B的话 我画在这边 它在四位 一二三四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这是四位 我们要做一个ring flipping 一二三四 好 我这是画在下面 讲迹在这里 我来看看这个 一三的位置 一三的关系 两个试验区都在 实际上这一题 我在八考卷的最后 那一分钟 做了一点点的说明 以及 我顺便的考了各位一件事 我刚刚不太记得这个数值 但是那个标准 好像是8.3mm 我也很太记得了 然后去看个照片 实际上这个数值比7.6 要来得大一点 我挑战了各位一下 说 我去想想看 为什么它会比较大 我没有这样考各位 因为 我知道各位可能对 有一件事情 不太理解 那就是 碳 氧的间谍 跟碳碳的间谍的差别 碳氧的间谍 你去看它的间谍是比 碳碳的间谍 要来得高 所以呢 代表的意思就是 碳氧的间谍是比较短的 由于它比较短 所以呢 然后注意到 这个间谍比较短的时候 这个间谍比较短的时候 你知道 CH3跟H是距离变近 所以那排斥的力量这么大 也因此你看到那个 最后能的差别 也就稍微在那边打了 我也可以这样来考各位 因为我并不预计 各位知道 CO跟CC 它们之前建成的差别 但是我认为 至少 至少 能量可以区别得出来 好 这一个 E3的H1 interaction 来源 以及 一个Long pair 它是比较小的 这件事情 我们在谈 ESEPR的时候 我们都说过 好 好 好 就是针对 这个问题 都在 用这个机会 跟我们讨论一下 所以不能够回答 这个问题 甚至你没有办法 看懂这个问题 我认为就是代表 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于 这个conformation 问题 没有掌握好 所以你这个题目 就没有办法看得懂 但你即使你看得懂 你还要能够进一步去看到 能够想到 这E3 来源 它的来源是什么 但我并没有认为 这是一个简单的题目 所以你能够回答出来 这个问题 我觉得 但有 对于你所学的问题 可以够被关注 那么这样的一题目 我是拿来区别一些 程度比较好的问题 你要拿很好的分数 当然要有一点点的 变速的努力 好吧 所以说 好 好 好 那 我们上回谈到 这个 这个 系列缺类的 结构性的问题 好 那有一个我们在国画时候 就讨论过了 好 我们提供两个数字 啊 呃 红色 啊 啊 怎么搞的 好 再来一遍 啊 红色的代表是探探间接的那个 啊 啊 长度 那你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一个饱和的是1.54个enstrom 啊 对于一个化学系的同学而言 这个数字是要背下来的 1.54个enstrom 那么一个探探的双间 是比较短了 1.34啊 在我们前面说过 它一种角度来看它 啊 啊 我们可以说 啊 那因为它是一个双间的比较强 对不对 所以它变得比较短 那 变成更强的三件的时候 变得更短 1.20 那我也说过 在这个 键的长度上面 你不要小看那么0.1个enstrom 啊 0.1 一个enstrom的一个 啊 差也就是 呃 这个0.01个nanometer 啊 这1.54就是0.154的奈米 啊 所以就看到这个奈米 跟一个enstrom之间的 那个单位的差距是什么 啊 这应该是个圈圈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地方 多出来一撇啊 好 所以它忽略 忽略那多出来一撇 好 那另外你看到的一个趋势 就是这个探氢的间接啊 一个饱和的探氢间接 是1.10enstrom 但是呢 接在一个sp2的卡尔本上面 这个探氢间接 变得比较短 代表意义是什么 当然是比较强啊 啊 这个间接会比较强 是一个sp的卡尔本 跟hideon的间接 变成1.06的enstrom 更强了 好 所以在这个的话 你看到的是 就是一个啊 你用来间接的这个 诡异 他的hybridization的那一个s的character 他所造成的差异 我们来看看一个饱和 他是sp3 对sp3 但是对于一个探探的双剑而已 他是sp2对sp2的时候 他所用的是sp2啊 饱和的是sp3 很明显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他的s的character 是变高的 变高的 是比这个地方sp3要来的高了 所以呢 他就变得比较短了 他是有比较强的间接 这是从 从轨域的角度来看啊 另外到了这个 三件的时候 他是sp对sp哦 你看sp3的character 占到二分之一了 所以 具有 比较高的scharacter 就会造成 他是有比较短的一个间接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这个scharacter 是多么的重要 s的轨域 这个电子放在里面 那个能量是比较低的嘛 那个键会比较强的 好 那这也可以同样的来解释 这个碳跟氢之间 氢接到一个sp3的 跟氢接到一个sp2的 跟氢接到一个sp1的 都是越来越强 所以对于一个ch的sigma棒 是同样的一个趋势 有了这样的理解 我们现在来看酸度 酸度 小了一点 不过应该还可以看到 好 这是一个饱和的一个体系 我们用以往的做一个基准 比较 他的pKa是50 pKa是化学家来判断一个物种 它的酸度的一个数值 这个ch的棒 它的pKa是4的14 这个h是25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随着刚刚的那个趋势 从sp3到sp2到sp 它的pKa越来越小 pKa越来越小 我们要复习一下 什么叫pKa 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酸的一个解离 大家知道它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平衡常数 对于平衡正式平衡 它叫做Ka 我们下标 AA的acid 那Ka当然就有这样子一个平衡的一个表达方式 对不对 Ka越大 也就是h正的浓度越高 h-的浓度越高 也就是说平衡越偏到右边来的 就是如果就这个酸而已 它解离就越高 Ka就会越高 但是我们普遍是用一个负Log Ka来量度 那实际上负的Log Ka 我们知道 它就相对应到那个Delta G 等于负的RT Long K 对不对 那个地方也是一个负的Log 值 这是为什么我们喜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看 那你等于在看一个Delta G 等于在看一个Delta G 好Delta G越小就是越负 所以反应就平衡就会越偏右边 所以这个越小的PkA 就代表它解离是越多的 负多少 25代表这个Ka是多少 是10-25次方 当然它不是非常酸的 我们现在在比较的是一个相对的酸度 你可以看这个是负的25次方 这是负的40次 这是负的50次 这中间你看 你光光看这里就是 6个0 16次方 那差距是100万倍的 酸了100万倍 所以这里根本不敢数下去 44跟25 那中间差距更是天壤之别 对不对 这个酸不得了 你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当然要问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差异 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 类似像这个地方 我们所列的这个式子 H A H plus A minus 今天你在谈这个PkA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就一定要有这个equation 在这个地方 啊 我这个地方指过去 我这个虚线指过去 这个是一个H之间啊 就代表是这个box要解离了 变成一个H plus 一个proton 加上相对于Anion 啊 这一个Anion是位于 有个Long Pair 是位于这一个ST的Carmen上面的 好 为什么呢 啊 答案几乎是已经 啊 跳出来了 就是在这个S的character的差别上面 我们说过S的character 那S的轨域 它就好像电幅度比较高一样的啊 它对于电子的那一个束缚力是比较高的啊 电子放在它的轨域里面是比较stable啊 也因此呢 谈到stability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平衡场平衡的式子 那我们当然就是看的是这个啊 自由能的差别 这边最稳定 这边比较稳定 啊 这个稳定度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这个S的character 是一个SP tab 你可以看到 不仅仅显示在键的强度上 它还显示在这个酸度上 所以你现在要注意到哦 一个三件哦 它的那个Carmic上面的Hydring 是在Mobile上是酸性的啊 只不过这个所谓酸性你要注意啊 永远是一个比较的 它是跟双件的比较 跟三件的比较 跟宝格的做一个比较 好 那么比较多的Scharacter 它的轨域的跌幅度是比较高 就比较能够stabilize 这一个NR呀 NR比较稳定 所以平衡就会比较要 向右偏 你可以看到这个Scharacter 从这个实际的数值上 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重要的 未来我们还会从一些其他的 一些光谱的资讯上面 来看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期待 好 那相对的减性呢 大家都知道 一个趋势 各位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 强酸的对应减 就是共和减 虚弱减 弱的减 这个弱的酸 对应的那个共和减 就是一个强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比较弱的酸 如果把这个减离了 变成一个H plus 对不对 当然就剩下一个负电盒 在这个Carm 它就是一个相对的比较强的减 这个Long pair 在一个SP3上面 跟在一个SP2上面 跟在一个SP上 它比较稳定 它的减性比较弱 它比较不稳定 减性比较强 这是另外 它所反映的一个意义如此 那当然我们不能只去看 说一个看的系列 我们还要把一些其他人 在未来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酸碱 并列在一块 我们比较有一个好的概念 它到底是酸到什么程度 以我们的这个水做一个基准 水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认为它是中性 但实际上 就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畴来看的话 它的PKA大概是15.8 将近16 春 我说过这个R 是一个弱的推电子机 所以就会使得这个直子变 这个H没有那么的酸 差异跟水差一点点 大概可以记得 我通常是这样记得的 因为对于换区家人 大家必须要记得这个数据 尤其是有机化学家 你会记得水是16 然后这个是17 18 19 所以一级二级三级 三级的话 那个R会飞得越多 从简性的角度来看 越Basic 就越不酸 再来到25的 25的就是这个三件 你来看这是一个ammonia ammonia如果这个直子解离 剩下一个负电荷在这个氮上面 也就是这个相对应的 mhbund 它的解离 它PKA38 那你当我在前面提到过氧跟氮之间的差别 然后氧跟氮 这个差距是电付度对不对 氮的电付度比较高 但它的电付度又比碳高 它没有氧那么高 对不对我在前面解释了说 为什么氧它是比较中性 但本身就公佩而言 是比较减性的 比较不能够去stabilize 但你会觉得它比碳总是电付度比较高了 可是你看这个地方 一旦这个碳是一个sp的hyperization 它甚至于比这一个蛋上面那个氢 还要来的酸 这是比较特殊的 对不对 但它还是比这一个sp2上面这个h要来的酸 再来这次最不酸的是一个完全饱和的 50其实是蛮危机的 不过对于各位而言 我认为大概不太需要 贝德王文全新这样的数值 你盖瑞记得这个趋势 我想应该够用 好 一旦把这个h拔掉 变成是NH2的minus minus charge在蛋上 这个化合物叫做sodium amide 这个名称很奇怪 它叫amide 另外也有一种有机化合物吸氨 也叫做amide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回调性 所以这个地方sodium amide 代表是NH2 普遍是在这个叫 这个LiQ代表liquid 液态氨 液态氨再一点 大概是-35度C 所以是在一个比较低的温度下 那我们通常是在液态氨里面 直接产生sodium amide 这是一般强的base 看到没有38 它的pk相对应的 这个pk是38 所以它的减相对应的减 是比它要来的强的那个减 所以它有足够能力38 这是25 它有足够能力 把这个氢抓下来 变成一个C的anine 这个C的anine 它的名称叫做acetylide 来自于acetylene 这个字 只是把那个ene的结尾 改成ide的结尾 从acetylene变成acetylide 那我也说过 ide的结尾 常常代表的是一个因粒子 对不对 Fluoride Cloride Bromide Iodide 我们在谈乌鸡化合物的命名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这件事情 Oxide 等等 所以这地方你看到 amide 一个蛋的应力 一个acetylide 你只要记得acetylene 你就应该可以记得acetylide 是什么 用IPAC它叫做alkine 所以把alkine的那个yne的那个e去掉 加上一个ID alkine 比较少用的一个名称 因为念起来很便宜 所以我们常常称它会是一种acetylide 代表的是一个比较general acetylide代表一个general的名称 general的名称 好 那尤其是啊 当这个过渡足的金属 它有很多空的低轨域 它可以跟这个充满了电子的triple棒形成很好的 形成很好的一个挫合的作用 一旦挫合的时候 不要忘了金属 经常带来一个正电盒的 不止一个正电盒 看它的架数 这个时候这个这个电的性质 就会传递到这边来 使得这个氢变得很酸 甚至于是hydroxide 理论上不应该能够 应该没有这个能力把它拔掉 就是他们相对 这是酸度的 这边最酸 所以它相对的碱是 越这边 在这个上面这个表这个地方 越这边是越碱的 那个过渡是越碱的 所以在这边是有能力拔这边 在这边怎么会有能力去拔这个 拔这里 拔不掉的 它就可以拔 它理论上不可以拔 但是一旦有一个挫合 变得比较酸 这个hydroxide 你就可以把这个拔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inductive effect 就是跟我们刚刚谈到这个 Cobl-Keylan它对于这个酸素的影响 也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这个叫inductive 所以它变得比较酸 就是因为它旁边的这个正电盒 正电盒拉电子的 拉电子的 这句话也 同样的可以运用在这里 来说明它 好不好 好 看清楚这句话 我希望我没有抹掉任何字 好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先来看 L-Keylan的稳定度 我们再来玩一个热力学类游戏 那 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提供三数值 这三数值是这三种L-Keylan 他们的产物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因为其食物是不一样的 它能氢化的时候 这个氢化它是一个放热的反应 为什么会是放热的 我们在后面 这个章节后面有问题 我稍微说明一下 基本上 这是一个放热的反应 把它从不饱和变成饱和 这是在这个工业上面 也是一个重要的process 那你看出来 这三个放出来热是不太一样的 今天我们把它画 画在一个energy diagram上 我们来看 我们刚刚说过 它的产度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先画一条线 对不对 我们看的是一个relative的一个enthalp 注意到有的时候我用enthalp 有的时候我用free energy 对于有机化学家而言 常常我们把它当成是一回事 因为我们常常忽略掉 所以一个entropy的factor entropy在室温通常都是很重要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把enthalp 拿出来用 普遍我们大概 你会注意到有句话 在这个部分它不是那么抓的很精准 所以我们常常用enthalp的数值来看 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数值 负的127 负的127 是这个one building 对不对 one building 所以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呢 往为推 往上推 推127 你就可以把 这两个东西 合计的那个enthalp的位置 大概可以拉出来 对不对 这是以前我们论过的观念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sys的to building sys的to building 120 放120 那就从同样的这个位置往上推120 所以这个transit to building 往上推115 这一下呢 你就看到了 这三个energy level 注意到这三个energy level 里面都有一个hydrogen hydrogen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差距一定是来自于什么呢 当然应该来自于这三个异购物 它们本身的一个能量的一个 一个未能的差别了 所以 也就代表了说 transit to building 比sys的to building 要稳定5个kilometer per mole 而这一个sys的to building 又比one building 要稳定7个kilometer per mole 7加5 是12 也就是说 它又比这一个transit to building 要稳定了total 是12的kilometer per mole 好 那你就可以把它的relative stability 写出来了 这个最stable 再来是sys的 再来是这个 我们称它为叫做terminal的 在末端的这个双界 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一个双取代的 双取代的 不过甚至一个顺反的意构 这叫做单取代 这叫单取代 双界它们只有一个晚期的取代 好 你再来看另外一个数据 这回我们不能够玩hydrogenation的游戏 因为我们做轻化 我们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很难去比较 我们一定要去找一个世子 我们能够得到相同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才能够玩同样的那种热力学的游戏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来看燃烧热 同样的ego 玩built in的ego 不过这个是一个 一个isobutylene 俗名叫isobutylene 或者我们叫做2-method propene 燃烧花掉同样当量数的氧气 产生相同的产物 因为分子是一模一样 也因为起始物是不一样的 放出来热也是不一样的 燃烧当然大家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放热的 好 回去你自己画一个图 说服你自己 这个delta H的差别代表意思是少 one protein放出来热比较多 好 所以四个CO2加四个H2O往上推2729 往上推2714 谁比较低 2714的比较低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个数值就告诉我们 isobutylene比较stable stable多少 就是2729跟2714的差别 15qjpm 按说比较多 来看这个双剑 这个双剑也是一个双取代 也是一双取代 好 你利用这样子一个策略 你可以把整个双剑的 这个系列的几种取代形态 全部都列出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啊 最稳定的 这是一个稳定趋势 在最左边的是最稳定的 是四个R接在这个双剑上面 我们称它为是一个tetra-substituted tetra-四个 substituted取代 所以这是一个四取代的 双剑是最稳定的 这是tri-substituted 后面那个字文没写 三个R 这种我们刚刚讨论 是在这个系列里面 这个相对应 就是上面这里的 一个isobutylene 两个R都在一端 它是最稳定的 15qj 对不对 反式 如果跟那个terminal来比的话 那是12对不对 所以这个15人稍微好一点点 对不对 比12高一点点 所以这一方写的是个大于等 大家看这R是什么了 这是一个general的趋势 但不论如何这三个dine-substituted 概率的趋势是如此 然后 这个 比这两个要稳定一些 这两种的双取代 R 是反边trans 这是R 同边sys 这是单取代 这是完全没有取代 unsubstituted 这是一个monosubstituted 所以记得这个趋势 晚期越多 双剑越稳定 我们在后面要这个概念 要用 所以大家要记得 双剑上面的晚机取代 越多是越稳定的 好 写在这里 你要记下来 原因是什么 你永远要问 对不对 因为R是donate electron 然后 你知道 看他们双剑 那个car 你用的是sp2 它们scal比较多 它对于电子的需求比较高 哇 是推电子 你又是一个需求比较高 这两个是不是 一搭一唱 非常好的match 也因此解释 为什么它上面取代越多越好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比较fancy的mode的角度来看 你看这个问题 它可以让这个ch bond 这个allylic 就是ch bond 跟这个p的轨率 能够在平行的一个概率平行的关系上 可以有一个offline 可以得到一个stabilization 这是一个所谓的hyperconjugatedness hyperconjugated stabilization 是从mode的角度 所以你这个r越多 这样得到stabilization就越多 当然你注意到那个能量差异不是那么大 几个kilojole or more而已 好 那同时你要另外记得的一件事情 反式的比顺势要来的稳定 为什么 这应该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顺势那两个r 比较大的group 非常靠近 凡德瓦尔半径的一个冲突 有一个stiric repulsion 所以顺势的是没有反式来得稳定的 因为这个排斥的力量的存在 那这是很容易看出来 好不好 你错开在反边 对到那个比较小的hydrogen 比较ok 那么稍微看一下cycle al kings 可是你没有解释为什么trance的在同一面的会比在转变的还大 比较稳定 那是比较稳定 稳定的趋势 对 那不是大 不要误会的趋势 okok 我说稳定的比较大 稳定度比较高 稳定度比较高 你说为什么他比他高 对不对 这个我就很难去解释到这个层次了 好不好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在这个部分我只能够告诉你说 从热力学的数字上 他是比他稳定 他比他稳定 他比他稳定我们可以理解 对不对 但是我强调你不要被这个符号 给搞迷糊 这是一个relative的stability 在越左边是越stability越高 所以要很小心用这些符号 但是今天我想可能你继续要追问 这个为什么比较高 这个就有点难讲 这个有点难讲 那这个很难说出一个很好的道理 好不好 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东西都讲那么清楚 是 不好意思 最左边的两个的话 它是推电子的效力 比它用拍摄的效力还好 对 说得好 对 显然代表的是这样 好不好 对很好 大家会进一步去思考这个问题 的确 很多东西它会相处于冲突 的确 这个 我们有同学看到说 这个地方不是有排斥的力量吗 对不对 所以 他自己已经提出一个讲法 就是显然这个推电子的能力是高 超过它的相互排斥力量 但是这只是一个概率的趋势 大家不能够实时把它记下来 你还是要看哪是什么东西 R是超级大块东西的话 当然 那吃个R可以不一样 所以你还是要每个case去判断 我们告诉各位只是一个概率的趋势 好不好 所以这东西是要活着看 要有弹性 不是 所以我一直想到 有句话题你不能死背 死背一定完蛋了 结构一变 对不对 你还是摟着那一个教条在那边看问题的话 一定失败了 好 好 好 那 回到这个Cycle 我看一下这个 算是反式的 有没有可能有这种Transle Cycle Hexing 啊 不完全没有 这样画过去可以画出来 但是你知道 这个画我随便我画 你要注意到后面这个键我画的特别长 你真的要摆个Model 你真的是 除非你真的把那个键拉很长 然后那个角度弄扭的很厉害 因为你知道问题在哪 问题在于这是 这 这要在平面上 对不对 这要在平面上 然后要从这个地方伸下去一个棒 伸下去一个棒 然后这两端要再接起来 反对关系非常困难的 非常困难 所以这问题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可以合成出来 非常的Straint 非常的Unstable 你大概这个 这个在碳子数小于6的时候 它只可能是一种Sys的形式存在 但是你高于6的时候 这个是8个碳 它就 这个Sys的CycleR Team 也可以有Trans的CycleR Team的存在 而且Trans的CycleR Team 它很有意思 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一对Enter 理论上你可以把它拆分出来 都是Cyro的Model 这两个东西没有办法Match 只有一个Spiral的那个意味在 很有意思的一个Model 这是有计划学家可以把它合成出来的 那谈到这个顺势反式 就是我稍微说明一下 我上回也没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如果 因为我上回提到Easy 对不对 提到Easy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是这样子来看顺势反式 他不喜欢用Easy的时候 他会用这个最常链 最常链在这里 用最常链这个骨干为一个基准 这边 在反对边 他就叫做Trans 这是另外一个不成文的一种 一种做法 去命名Sys跟Trans 但是我考试的时候 我会很清楚地说明 你要Easy来告诉我 那你就必须要遵守 我要问你的东西 好吧 但是往后你看一些东西 就是说 有时候人家也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 仍然坚持要用Sys,Trans 来做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Reaction 首先我们来看一种产生碳碳双界的一种方法 也叫做Dehydro Halogenation 脱掉一个HX 就是我们前面一个章节所谈到的 那么我们讨论过了一些影响这些反应的因素 所以原则上你要做Dehydro Halogenation 现在我们的物妖要去合成一个碳碳双界 我们当然要去有一个对我们有利的一个合成的方法 我们比较会喜欢用E2 所以这个地方说E2 Preferred 代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喜欢要用 这个E2的这种方式来合成 而不是透过E1 E1 它实际上会给你一些比较多的一些 副反应 副反应 产业会比较复杂 就是普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不过我们要下课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很仔细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很快说明一件事 因为既然我提到的 还是应该要稍微说明 一个三件 我说你从结构来看 然后末端去看 它周围包一层电子 所以它是一个电子非常丰富的体系 我们叫做Electron Ridge 我们有很多的过渡阻力元素 过渡阻力元素 常常它上面是带有这些金属 常常上面带有正电荷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一个是缺电子的 正电荷缺电子 三件又是多电子的系统 那这当然一半体 对不对 所以很容易形成一个挫合 挫合就是一种配位形式的一种见解 一种见解 一种弱的见解 不是非常强 不是一种典型的一个构架见解 这是第一点 它们可以挫合 另外一点它们会挫合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金属常常 过渡阻力金属常常有空的低轨域 空的 空的低轨域 你多电子的系统 你当然是要去跟空的轨域作用 你不会去跟那个 还有很多电子的那些 Sigma Pi 作用 对不对 那今天刚好过渡阻力元素 它有空的轨域提供出来 所以有个位置 可以进去 所以它们第一 会complex 对不对 一带complex 不要忘了 Metal上面带有这个电盒 这个电盒是要拉电子的 它这个拉 这个电子拉 就会使得这个氢 对不对 少年很缺乏电子 它就很容易 以一个H症的形式 就整了 电子就留给你嘛 你爱电子我给你 它就跑 OK 所以这是稍微说明一下 另外 另外就是 不要忘了 我们提供给各位的 这一个酸碱度的趋势 要记得大的原则 高中时候大家都记得的 就是强酸解离以后 得到的购二碱 会是一个弱的碱 弱酸解离出来的购二碱 就会是一个强碱 对不对 这是大家记得的 所以我提供了水是最酸的 有一个酸度的一个趋势 是不是 酸度的一个趋势 就是越右边 就是越不酸 越左边越酸 但是呢 这个表要想 要去想想 那它们的相对的购二碱 最酸的水的购二碱 OH- 就是一个最弱的碱 对不对 你的那个丸类的体系非常非常弱的酸 你真的把那个质子拔掉 留下来的那个碳的英离子 就是减的不得了的 好不好 所以呢 你要越减的才能够把那些 那些比较比它酸的 比较酸的体系的那个质子拔下来的 好 那 反过来你就没有办法 也就是说呢 我记住说的说明就是说 像这个这个表 好 像这个表 OH复国说的它是一个 比较强的酸的多个碱 是比较弱的碱 比较弱的碱 你怎么可能去拔掉这一个 这个没有那么酸的这个质子呢 就没有这个能力拔得下来 反过来看 MI 把这个AMIN AMIN 是一个比它弱的酸 所以它的碱 就是一个比较强的碱 它就可以把这个质子拔掉 所以呢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好 你有了这些PKA的数值 你就知道 它是25 所以呢 这些PKA 比较小的 它们的共和酸 共和碱 没有这个能力拔它 那你一定要在这边 要在它右边的这些物种 它的共和碱 才有这个能力去拔这个质子 好 这个表提供你的一个运用 我知道你要 你要在脑袋里面转来转去 所以仔细去判断一下 应该是可以想得通的 好 好 那 这个 不要忘了 刚刚同学问我 为什么这个比它稳定 为什么这个比 没有它那种稳定 因为它是单取代的 它只有一个R 这两个有两个R 好 只要拉回来再想 对不对 好 那个 这是我们讨论过的 要把他拉到这个地方来 注意到这个画法 有个同学 底下没注意 我把这个地方的P 这两个P 放在这个面上面 所以这个青伸在前面 这个碳碳的间接伸在 我们的这个方位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CC棒伸在后面 这里有一个CH棒伸在后面 好不好 这是 其实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立体的 调达方法 好 所以这个应该OK 这应该OK 这就是它的mirror image OK 所以这个叫做反式 这是一个trans 因为这个CC棒 是在反对一边 那当然你可以看这个CH 这个CH在反对一边 但是在这里呢 这两个CC是在同边的 这是所谓的trans 这里也是如此的 如果有这个trans的话 这个棒跟这个棒反对 但是这个不存在 只是存在的理想 可能是有计划学家 可以去追求的一个目标 好 回到dehydrogenation 我们说过 你如果要去做dehydrogenation 最好是用E2 会比较好一点 E1比较容易 有side product 我们等一下就会去谈 E1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困难 复习一下 E2的机制 E2 所以我们就 经过这样子的一个 Process 这个 有一个antiparaplanar的要求 Base过来 pick up some proton 这个棒断掉 箭头划过来 两个电子过来 形成一个Pi 这一对电子放回到X 这各位一定要能够画出来 一定要在一个纸上 自己要能够画一遍 然后产生一个碳碳双电 这个基本上这个HX脱落 所以我说 就它本质而言 有个东西掉下来了 一脱落到二 所以它乱度是变得比较高 是比较favor的 从一个乱度角度来看 好 所以 比较高的温度 high temperature 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同时呢 浓度要比较高 因为E2嘛 E2 所以你的Base的浓度越高越好 你的这个Substrate浓度越高越好 这是可以理解 从这个Chimetic上可以理解 它常用的Base是这些L-Coxi Solumic-Foxi 或者Potessin-Turbitoxi 特别注意这种表达方式 同时呢 最好用这些Non-Polar的Solvent 这个Polarity不要太高 Salvation弱一点 会这个比较好 要不然就是Polar的A-Protect 这个Basticity也会比较高 当然A-Protect的这个 这种烧饭体系取代 也会是一个竞争 这是不可避免的 各位如何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是一个二级的 这是一个三级 都在55度C 都用同样的被Sodin-Fox 这个得到双业79% 这个三级的可以得到100% 这个根据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趋势 三级的尤其不能忍受 那个很强的解 它这个主要都会往这个销区来走 这个地方79% 大家可以预测有一部分的这个副产入会是什么 取代 有一部分的取代 但是不会是主要的产 你二级的你如果希望是取代的话 你就要用一个弱一点的解 你不能用太强的解 前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们跳过的 我们都用一些很简单的体系来跟各位讨论 包括刚刚那个讨论 刚刚那两个例子 我们都必须开心问 什么问题 regio selectivity 注意这个字 regio region 就是区域 所以regio selectivity 就是位置的选择性 selectivity 选择 regio selectivity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名叫做Sightseft 苏尔 Sightseft苏尔 我们讨论是小区 小区这叫beta illumination 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beta的位置的轻 有两个假基 假基上面的轻当然都是一模一样 只要考虑一个 把特别标出来就好 这是一个假基上面的轻 你可以拔掉它走红色 我们叫B的路径 这个棒断掉 在这里形成一个双键 也就是这个双键 你得到的就是这个化合物 但是呢 这里也有一个beta位 这是abeta位 对不对 这是beta位 beta位上面的轻 他过来抓 知道这个轻跟这种轻是不一样的 这是可以区别 所以他如果拔掉这个轻 就是A process 这对电子过来 形成一个探探的双键在这里 出来了 双键就是这种形态 你看这个A跟B 这两个的这个所谓的regio的chemistry 是不一样的 哪一个process会是比较好 Sysets rule Sysets rule 它的一个经验的观察是 会得到那个取代比较多的 当然我们在前面讨论过 双键的稳定度 也因此这句话就可以转成为 说那个比较稳定的l ping 会是主要的产品 什么叫比较稳定 就是取代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来看上面这个例子 A process给你的是一个三取代 B process给你的是个双取代 所以对于简单一点的这些r group 而言没有问题 它的稳定度是比较高的 高于它的 Sysets rule 告诉我们 比较stable的l ping 是major 就是大潜力 那这很容易记得嘛 谁比较稳定 谁比较多 好像蛮自然的 也因此 我们现在来看实际的数字 实际的数字告诉我呢 只能用soul in five size 75c 75c 我们得到 这两种l ping的比例是 差不多7比3 69比31 比较stable的 的确是 这个tri-substability 是比较多的 好 为什么会有sysets rule 当然 我们就回归到一个老的问题 你不能说它比较stable 所以它生成的比较快 对不对 今天我们要谈它比较快 能够生成的话 这个代表的意思 一定是要回去过渡状态来看 我们要注意到 过渡状态它有什么特质 在过渡状态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它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一个 double bond的character 在这个地方出现 在过渡状态里 也因此呢 这个双肩的稳定度 当然就会扮演了一个角色 而且从一个能量的一个趋势图上面来看 我们现在用的是同一个起始物啊 所以这个地方是绝绝对对对 是在同一个未能开始的 它得到不同的prat 但重点是在这个过渡状态 我们说过渡状态里面会有双肩的性质出现 那当然取代 会得到比较取代 多一点的那一个 energy的passway里面经过的过渡状态 就会因为同样的原因 它会比较低 活化能就会比较小一点 速度就会比较快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不好 比较stable的这一个prat 所反应的就是有比较stable的transition state 它就会比较快 因为在transition state里面 它在某种程度上 有一些双肩的性质已经出现了 这你不需要用到Henman postulation 就可以得到一个推理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 所以任何一个规则 你不能非常死的去看它 同样这个substrate 你换了一个base 这是一个potensic turkey passer 我们说过这个base 它一个特径就是它非常的巨大 它非常的巨大 它过过来的时候 立体障碍现在变成一个主要的因素了 你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氢 跟这个地方的氢 很显然在甲基上的氢 会比较小 比较就是立体障碍比较小 现在你看这个结果 同样的温度 soften稍微不一样 我说过这个是因为原因 是因为它要去搭类似的 不然那个一交换了 就换了 就变成是另外一个base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是一样 好你看 现在转过来分成3.7了 这个变成主要的 取代比较少的反而变成多数 这是因为在那个立体障碍的部分 它迫使了它去选择那个比较小的那个情况 所以也可以去改变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果的 好 只不过这个选择性不是说那么理想 最理想的当然是希望是百分之百的某一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spirit的障碍 这个问题 这个base是非常的hindered 以至于它去抓那个 不是那么的 这个 例子上还那么大的 这个less crowded 这个字 就是 就是 拥挤嘛 没有那么拥挤嘛 没有那么拥挤的 这个primary的hydrogen 这个 这个上面 这个甲基上的氢是一个primary的hydrogen 这个 是一个secondary的card 是secondary上 card 上面的氢是比较crowded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 也就使得它生成了这个less substituted less substituted al king 就成为它主要的强物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就被称为叫做hoffman orientation 所以 这有些人民去纪念他们 所以前面 正常的形态叫sasset 不正常的叫做hoffman 所以hoffman是得到那个less substituted 的orientation 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名称 这个部分我是不会考各位的 因为各位毕竟这是一个有机乙的一个课程 那但是 但是我不保证 今天大家如果说某种原因你要去考什么高考 考什么什么其他什么转学考等等 那 或许有些老师他很注重这个名词的话 那在那种时候当然你准备方向要稍微处理一下 这些都是很基础的一些名称你该知道 好不好 但是我不会特别去考你 我比较着重的是这个结果 好不好在这里 我需要你记的时候我也特别强调的 好 那么在stereochemical requirement上面 在这个立体化学上面的这个立体的需求 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他比较喜欢左边的这个叫做anti-periplanar的一个transition state 或者一个anti-periplanar的一个stereochemical的一个需求 也就是呢 这个h跟这个living group 还有跟这个cc bar 他们必须要在同一个面上 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 虽然我用的是一个e1机制 但是在e2同样 因为他需要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地方有一个partial的double化在transition state里面出现 那是放热反 实在不行的话 他只好用sing的periplanar也勉强可以了 勉强可以 但是你注意到这个鬼域跟鬼域之间是有一个偏开的角度 不像那个anti-periplanar是完全平行的 那个overlap会比较好一点 再加上living group带着负电额离开 这个负电额也从这边进来相互之间会打架 这些道理使得sing-periplanar是比较高的能量 实在不行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 这有什么重要性 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其实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考试来考各位的 把它变成一个预测题 我们来看这两个画物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它们是结构不太一样 但它们是一个异构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这两个取代机 一个是顺势 一个是反噬 反噬 叫做薄荷唇 所以这是一个薄荷唇类的延伸物 也就是这个绿 如果是一个OH的话 就是薄荷唇 蛮香的 可以当药用的 常常当成皮肤药 有时候可以 这个喉咙不太舒服 吃一点 喉咙涼凉凉的 大家都知道 那个薄荷 天然物 这是一个薄荷类 曼蒂尔 上面那个叫做尼尔 曼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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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这就是代表 总而言之代表 它是一个异构 为什么叫尼尔 这个我没有去追索 这个原因 这反正是俗里 同样条件 有说明明发塞在ethanol里面 上面这个 做消去反应 得到这两个双剑类的话 合物 非常快 但是下面这个非常慢 这是第一个差别 第二个差别 你看这两个regio的side 下面这个manfiel 做这个消息的时候 完完全全 虽然慢 但是它的选择性非常指得到 这一个取代比较少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取代比较多的 78比22 乍看之下 这个是alpha位 对不对 这是beta位 这也是beta位 对不对 这个地方清脱掉 得到就是 这个 如果脱掉这个清 这不是双肩在这儿吗 就是这个化合物啊 下个化合物不是 纸面上看不是 这边有一个清 这边有两个清 不是一模一样啊 怎么结果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可以考各位啊 但是今天呢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课题 我们在课堂上来讨论 Why 这些东西你都必须要从一个立体的结构上来看 你三个化合物的结构 你一定要把它的chair form画出来 好我们现在来看它的chair structure 好不好 先画一个chair 我说过这个策略对不对 好 这个朝上的甲基 我们就放到这个地方 好不好 那这个朝下 但是势必在这里 这一朝下 势必在这里 你看 这两个ectorial 一个actual 所以你要对这个 confirmation要求啊 能够掌握 不然你在这里你就惨了 你confirmation都不能够画好 完全画不出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 你看不出一些名堂来 但是你不要忘记永远要讨论 它的另外一个 你要看 要注意它的另外一个confirmation 也就是另外一个chair flipping以后这个actual equatorial 跑到actual 对不对 在下的绿 在equatorial 在下的 isopropal 在actual 两个actual 一个equatorial 这当然是比较糟糕的 而且你看 isopropal比较大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这个平衡符号 是这样画的 好不好 但它一定存在啊 它不可能没有的 好 现在 我们来看消息 我们前面也说过 stereochemical requirements antiparity planer 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不仅仅是它有没有beta的hydrogen 而且要注意 有没有一个beta跟它anti的hydrogen 滤在actual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标红的 有两个anti的hydrogen 所以它可以拔着 也可以拔着 它会拔着氢吗 不会 因为这个氢跟它不是anti 是一个stagger的关系 是一个stagger的关系 它不是anti 这个氢 在equatorial位置 谁跟它anti 这个carbon carbon ball跟它anti 这个carbon carbon ball跟它anti 这三个氢都不会跟它anti 所以这个confirmation是inactive的 不会 它不可能经过一个anti-pariplaner 它连sing的pariplaner都做不到 所以 这个confirmer是不用去考虑的 左边这个才是一个active的confirmer 而且两个team都可以抓 这个时候sideshift 扮演一个主导角色 我们看到上面结果取代比较多的78% 也少的22% 这是可以理解 这是preferred confirmation 它的这个 两个红的金都可以满足了一个anti-pariplaner 这个transition state 所以它要遵循sideshift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我们把它confirmation画出来 再度以这个甲基位指标 画到equatorial 这跟它同边 跑到equatorial 这个在下方 这也是在equatorial 三个equatorial 我们看看它另外一个confirmation 三个都跑到actual去 对不对 这上方的上方的 上方上方在actual 这个在下方下方的actual 三个actual 三个equatorial 谁比较好 当然左边比较好 但是右边这个会有一点点在那边 我们要做消去对不对 要符合anti-pariplaner的transition state 我们来看这个 比较多的confirmation 这个绿在quatorial位置 它旁边的这三个beta的hydrogen 有哪一套 你跟它antide 没有zero 跟这个carm-carm-bound antide的是这个吧 以及这个吧 都是carm-carm-bound 不是carm- 那三个hans-carm-bound 那三个hans-carm-bound 跟那个三个ch跟那个cl 都是c的cl 都是一个staggered的componement staggered的关系 没有一个符合anti-pariplaner的关系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比较少的 在actual的quorin 因为它在actual 它有一个actual的反边的h 跟它是antide 这两个没有antide的关系 还有一个antide的bar在这里 但是这是一个探探界 所以唯一它能够把它调就是这个轻 所以它可以 但是它必须要经过这个比较少的confirmation 比较少的confirmation带来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concentration比较低 等于reactive的方式很少 速率很慢 然后它只能够把这个轻 这个轻拔掉产生双界在这里 这就是这一个 你看完完全全 zero zero 的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从confirmation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你的confirmation 你的actual equatorial位置都没有办法画得很好的话 我告诉各位你完蛋 你这样的题目你完全看不出来 我说这是纸面的一个model 你一定要掌握好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为什么我在上次期公考 我一定要你画出一个chair的confirmation给我看 就要把它actual equatorial标出来 你如果那一题你没做好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回去练再把它练队 不然你到后面 你没有办法看一些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 你看它是多么重要 这confirmation 非常重要 在这一体系里面 这一个练习你就可以看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在左边这个preferred confirmation 里面没有任何hadrigin 可以跟它有一个anti-periplanar的relationship 它只能够从这里来 然后它的concentration很少 我说得到的是一个hoffman的concent hoffman的orientation 你的术语很满 好 这是dehydropalogenation 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种方式来形成双剑 就是dehydration 你知道 hydro有一个水的意思啊 dehydration就是脱水 第一个纯脱水 很简单的一个设置来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h跟oh 拿下来 变成水 好 双剑出现在这里 通常需要有酸来催化 这就是酸 这个program在这里 这个三角符号代表加热 大家要熟悉这个符号 三角符号代表加热的意思 加热 有酸 酸是催化的角色 同时它的脱水的容易与否 是三级最容易 再来是二级 再来是一级 听起来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三级的碳氧离子的稳定的这个趋势 对不对 有点像 这是不能不让人家有点联想 好 如果是一级的话 需要非常高的concentration的这个酸啊 以及非常高的温度 这个high concentration通常是指这个 我现在我指的是这个酸 我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注意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你自己注记一下 好 我们来看这三个地址 就是一个一级的二级的跟三级 我们看一级的乙醇 我们要用到浓硫酸 浓硫酸何等的强大 180度C 浓硫酸大概快200度要沸腾了 不得了185C 这个它可以脱水得到乙烯 好我们Cyclohexane low 这有可能 我知道全学年的那个有机的课 它在这个实验的部分一定会做这个实验 用灵酸 灵酸是比较弱的酸 但是也要加入到相当高 115到170 然后脱水得到Cyclohexane 80%产品 如果是一个Turbanal alcohol 你看 20%的硫酸 不是很强的硫酸 不是很浓的硫酸 然后85度C而底 很快速的就可以得到84%的Isofuel 你可以看到 就像对应前面我们提到 这个容易与否 三级二级一级 你可以看到这么大的差别 对不对 如果是一级的时候 high concentration high temperature 普遍的一个状况 好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真的是纯粹的记忆 对不对 说过 它的机制是 这一个dehydration process 是普遍对于二级跟三级的存 而言它是经过一个一万的机制 但是我们做一个一万的机制 有它的一个困难 有它的一个problem在 但是我们现在来塞来看一下 好 我们拿这个Turbanal alcohol 这个很容易做的 Turbanal alcohol的做一个例子 那在首先它有一个平衡 非常快速的 这是一个酸碱的反应 这是一个hydrogenase 如果今天这是水的介质 你知道 Croton是不可能单独的 这个以一个H症的形式存在的 它在水里面 它一定是接在一个水的氨上 就会形成这个叫hydronium ion hydronium ion onium 说过 氨上面带了三个加件 然后氨上面带了一个positive的formal charge 这叫做hydronium ion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有句话语讲 未来我 包括了我 未来我在化这个海 这个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我就直接写一个H症 但是大家知道 那是有一点点省略的意思 实际上在水里面的话 一定是一个hydronium ion 好 现在只是一个proton交换 一个酸碱的反应 它当成一个碱 这是一个酸 直指交换 我们应该可以画这个电子 这个long pair 过来pick up这个proton 这两个电子 犯规的氧上面 charge不见 charge跑到这边来 所以现在这个氧上 接了三个bop 上面带了一个positive charge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会称它为是一个protonated alcohol 我要注意这个字 protonated 就是有一个质子接在上面 它把它变成一个过去分词 动词的一个过去分词 叫做protonated的一个alcohol 以及那个水 这个水 我是文学员忘了放进去了 是完整的一个平衡式子 应该是加上h2oz上去 好 你也可以穿它是一个alcoxonium alcoxonium 通常普遍是coxonium的 一旦被protonated 我前面说过 你把一个原本是很插进的离去机 OH- 变成了一个好的离去机 H2O 所以直接这个键断掉 两个电子放回拉次进 正电荷被中和 正电荷跑哪 跑到这个car 你就产生一个tertiary的carbocular 只有键的键断掉 所以它很慢 我们在前面说过 但是一旦产生了这个 Kilion 我一开头 这一堂一开头特别讲过 那个proton变得非常的acinic 因为这个地方有正电荷 拉电子拉拉拉拉 使得这个直子非常容易脱去 一个非常弱的解 水上的lone pair or 如果用的是一个alcohol 这个oxygen上lone pair 就可以当成是一个base过来 pick up这个proton pick up这个proton 去抓这个氢 生成一个氧跟氢之间的间接 也得到一个hidronium pair 这一堆电子放过来 变成一个双电 正电荷不见 正电荷跑到哪里 跑到oxygen 你是外面来啊 我永远要注意一下 这个正电荷 这个电荷一定要是 是 这个balance的 平衡的 得到强力 对不对 同时呢 又再一度不要忘了 又再一度的产生hidronium pair hidronium pair在这里 对不对 但是也在一开头的这里啊 所以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是一个催化的角色 它扮演完了它的角色 它又变出来了 又回来了 regenerate 所以它一直跑 一直跑 ok 好 但是当然它浓度越高 仍然会使这个intermediate越多 对不对 这个intermediate 你ready turning step 对不对 这个concentration越高 但是数据会越快 就是动理学告诉我们的事情 好 那后面这个步骤 它是一个很快速的步骤 很快速的步骤 这个 把一个很不stable的东西 变成一个 比较stable的东西 ok 所以后面这一步很快 这个地方是一个re-determining step 这是我们的二级跟三级的要求 它经过这个mechanism是如此的 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在 这一个速率上面 三级的alcohol是最容易 最速最容易产生的 因为它产生的 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terstary的coblcline 在过渡状态里面 不要忘了这个时候 你要用caman postulation 过渡状态里面 具有coblcline character 所以过渡状态会比较稳定 活化量比较小 速率会比较快 好 好 这是repeat一下 我们刚才说过了 催化剂被re-generate 再符合式一个催化剂 如果这个东西 变成那个产物 那不是一个催化剂 ok 好 coblcline的生成 是在过渡状态里面的 比较stable的coblcline 代表的意思是 它有比较稳定的transition state 不要这样说 所以它才会有一个 比较快速的反应 这等于是复习了 好 要注意到 我这个地方我三个step 画都是平衡符号 但是这个反应也可以走逆向 回去啊 这下不是糟糕 所以我们普遍可以用一个策略 就是勒沙特列原理 怎么样的一个勒沙特列原理呢 不要忘了 它有一个副产物在这里 有个水要脱下来的 如果我们把水移掉 平衡是不是要往右边偏动呢 这叫勒沙特列原理啊 对不对 各位在高中的时候就学到过 这是一招啊 另外还有一招是什么 你也可以把你的产物移掉 是不是 把产物如果有个方法 能够拿走的话 你也可以把整个平衡 去向右边 要注意到 你的产物是一个西类化物 你的起始物是一个纯类化物 纯 分子跟分子之间 有非常强的轻贱 废点普遍都是比较高的 西类化物是一个nonpolar的物质 分子跟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只是微弱的凡德瓦尔作用力 普遍的废点会比较低的 所以你可以用简单的蒸溜的方式 就是一产物一出来 就把它整掉 所以这是一种策略 那水的话 你可能要加入一些脱水 可以吸水的试剂在里面 你也可以把水取掉 所以看怎么做 可以有一些 你知道这些概念 你可以运用到实际的实验去做 OK 你已经达到保留给这个 好吧 我们试试看取消 这会取消 好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好 这个 好 我们就把水去掉 就可以把整个平衡 吹向右边 对不对 这将来或许你有机会 下学集修 有机实验的时候 可以用到这个策略 我说我Cycle Hex and No 变成Cycle Hex C 那个实验凶 有可能会做到 但是它的逆向反应 就要做 addition of water to all of it 就是 你也可以拿双界类化物 把水加进去 酸催化 然后来制备存类的化物 首先 你跟这个Hydrolymine 的作用 这对电子过来 pick up the product 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 产生一个Covacanine 反正变成一个mine step 然后呢 这个一踩出 碰到水还得了 黏上去 就到了这里 只要这个直指脱掉 跑回来 就得到存 对不对 所以 就是逆向反应 反应机制 几乎就是这个的 reverse 所以这是未来的 坦率反应 就是要大家注意一下 ok 但是一级呢 一级它 显然没有办法经过一个 一个Covacanine 所以它必须要经过一个 E2的mechanism 所以它可以从这个一级 这是一个一级的 第一个step 也是在意度的很快速的 所以现在我就直接用一个H plus 来写 好不好 我就不那么复杂的写一个hydrogen 我就写在这个平衡式的上面 总而言之说 这不是很好做吧 不过 重点在于说 它先被proponate 先被活化 变成好的离去机 这个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base过来 pick up这个proton 断掉这个棒 这一堆电子过来 这一堆电子放回它 双键出现 然后得到相对应的 这些碱的共和酸 注意到 什么碱 你用的酸 如果用HA代表的话 那个A minus代表的就是 它的共和碱嘛 对不对 这个共和碱就会 扮演这一个 碱的角色 或者是水 对不对 你有一个水的场地出现 水的洞片 水可以当中碱 但是你注意到 这个地方有什么困难 你用的酸 普遍是强酸 硫酸 磷酸 等等 刚刚前面你看到 这些酸的共和碱 是一个什么样的碱 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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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弱的碱 水本身我都说它是中性 它怎么会是个强碱 喝水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喝个碱 对不对 它当然是一个弱的碱 它可以当成一个碱 但是一个弱的碱 所以你注意到 这一步将会是一个蛮困难的步骤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 在这种酸性的条件下 有一个很强的碱存在 但是在这里它很重要 也因此怎么办 你必须要加高温度 因为这当初是wheat base 你就需要非常harsh的condition 什么叫harsh 非常严苛的条件 非常高温度 非常浓的酸 大家看到那个酒精脱掉 水要那么浓的流酸 煮到180度你才做到 非常困难 这是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为什么一级那么困难 我们前面说 E1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我们透过E1来做 会有一些困难 为什么 因为会有一些重排的可能性发生的 什么叫重排 我们来看这样一例子 这是一个secondary 83%的磷酸在80度C里做消去反应 对不对 大人预期说 Well Carmen在这里 这是α位 OH的位置叫α 这是β的Carmen β的Carmen 上面是什么 三个假基 没有任何的氢 好 氢只在另外这个假基上面 对不对 所以没有什么位置 选择性的问题 它W棒就在这里 不是这个吗 老天这个地方20%而已 看看80%是什么 双肩在这里 怎么会这个呢 你看 整个这个所谓的Skeleton 它整个骨干都变了 整个行动都变了 这叫Rearrangement 看起来 你看 这边两个Carmen 如果就对应到这两个Car 你知道 这里有两个取代 显然好像有一个取代跳到这边来了 跳到这边来了 整个结构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组织 这叫Rearrangement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Rearrange这个Skeleton 80%主要产 这主要是由于炭氧离子 有一个我们在前面没有提到的事情 就是它会重排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机制 首先 跟Hydrolymine 进行一个酸碱的反应 非常快速的平衡 这是前面我们看过的 对 Protonation Bad Leaving Group 转换成一个Good Leaving 这个Good Leaving Group 这个Good Leaving Group 这个Good Leaving Group Leaves 他就带着一对电子 撕奔过来 跳过来 带着一对电子 跳过来 当然他跳过来的正点 就移到这边来了 就留下的正点在这边 这就造成了重排 当然 为什么这个架构要跳过去呢 稳定度 决定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Secondary Cobb Cutdown 他一跳过去 做了这些重排 他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效果 所以他有一个热力 我不说这个 Fermal Dynamic Driving Pulse 有个热力学的一个驱动力 在这个地方 这叫做One-Two Metal Shift 有一个甲基做一个 一二的移位 一二是一个相对位置 Driving Pulse 我刚刚说的 生成一个比较稳定的 碳阳离子 它从一个二级 变成比较稳定的三级 OK 好 怎么跳 稍微关心一下 他当然也必须要 满足一个特定的一个 Confirmation 这个吧 这个旁边的碳阳离子 这个空的地位 因为他旁边的这个 Cone-Cone-Bone 要Line Up 在同一个面上面 这个时候呢 嗯 跳过来 中间的过渡状态 这个空 两个P 然后这个鬼域 同时架在这两个P上面 还有一个Overlap在那里 让他的过渡状态 那个Energy不会太高 然后 完完全跳过来 这边完全脱离 正点核留在这边了 中间这个过渡状态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虚线 代表这个棒有点断了 这个棒有点生成了 电荷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慢慢有一些转移到这边 所以用的是一个Pars 这种符号 好 注意到这过渡状态 慢慢的转移过来 从一个鬼域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 在脑袋里面有一个Movie 存在的地方 好 你这个时候 那么 这个一旦生成了这个Cat-Ion real range Cat-Ion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就有两个Beta Card Beta Card Hydrogen可以脱掉 走A的Process 得到是这个取代比较多的 走B的Process 取代比较少的 Cat-Ion 对不对 Major是取代比较多的 取代比较少的 我刚甚至没有写这个东西 占多少percent 所以主要还是这个 80% 剩下那个minor part 这个一点点 OK 他遵循Cat-Ion 不仅仅是 一个Method可以Shift Hydrogen也可以Shift 好像是一个H- 跳过去呢 它叫做Hydrogen Shift H-叫做Hydrogen 忽略这个逗号 不晓了为什么 弄上去 也要把它削掉 OK 好 Hydrogen 跳过去 接到这边来 留下一个Cat-Ion 在这里 也是可以把它从一个 Second 变成一个Terture OK 这是它的Driving Force 这是一个Primary Cat-Ion 它的这个甲鸡 跳过来 可以从一个一级的 变成三级 是一个Method Shift 你看到 杨栗子有各种各样的Shift 我们来看这个可怕的例子 如果变成一个好题的话 很多同学会很惨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Sedinary alcohol 酸性条件 加热 脱水 发生什么事情 Promination Leaks 留下一个Cat-Ion 然后 OK 得到这个产物 变出双键 很明显的有一个Rearrangement OK 我们考这个东西常常会用一个 机智的角度来 请你画出来 所以 我们画到这里 忽略这个斗点 现在 Sedinary 它有个机会 把这个Bot Shift过来 把这个Bot Shift过来 它就会在这里留下一个Cat-Ion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把这个构造重新Repeat在这边 铅笔把这里擦掉 然后这个地方连起来 变成一个键 你看 杨栗子 产生 接着 拖去 一个H Plus 不过 现在我把这个结构画得比较漂亮一点 再拖去 一个H Plus Sedinary 之物 我们就得到这个Promina 不过我们今天没有 很多时间再继续来讲 我们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下次再从这个地方重新Repeat 讲清楚一点 我们下次 我们下次见 这个展示 我们下次见 这个展示 我们下次见